那么下面咱就进入到今天 今天咱们给大家进行安排的这个任务 刚刚咱们简单说过 就是说让咱们大家再去把咱们之前没有了解过的 或者说需要咱们大家进行深化的知识 再去加强一下 那么咱们首先给大家咱们说一下 这个GRL 这个问题它会在面试题当中会经常被问到 这个是经常被问到 GRL 这个就是一个真正的面试题 这个是我从中的面试题里边拿下来的 描述一下GRL的概念 就是人家问你什么是GRL 然后呢 以及它对Python多线程的一个影响 只有对线程影响 其他不影响 进程线程写程 只有对线程有影响 那么第一个什么是GRL 第二个有什么影响 第三个 人家问你了 编写一个多线程的抓取网页的程序 咱们原来是不是用于URL Librequest 是不是已经简单的试验过了 对不对 那么后面呢 咱们再去真正的这个爬虫的时候呢 其实就会学到一个模块 叫做Request模块 那么将来Request模块里边呢 它其实也可以做这件事情 只不过更高端 那么简单言之 人家就问你呢 我通过多线程来去爬程序的时候 会不会比单线程快 如果快的话 为什么会快 这个地方会解释一下原因 这真的就是一个面试题 那么言为自己同伴 接下来我给大家说一下 什么叫做全球解释所 想要真正知道全球解释所的问题 你只看描述 你是看不出来了 我只是告诉你有这个东西 你也记不住 就像咱们原来在背这个古人的时候 是我当时告诉你背过了 两天之后你忘了 那么加L到底是起什么东西呢 来咱们呢 回到这个弯图里边去 我给大家有一个程序 要给大家给你们演示一把 这个地方呢 就过会的时候 我会把这个程序给大家发过去 一个文件夹 这是我原来呢 就是在研究加L的时候 留下来的一个东西 那么加L这个文件夹里边 有这么几个程序 第一个 单线程式循环 第二个两个线程式循环 第三个两个进程式循环 那么通过这三个程序最终 你就知道进程和线程的区别 它运行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 就是多进程和多线程 再去实现的时候 再去执行多任务的时候 是不一样的 好了 同样来看这 打个中端 接下来呢 我就跳到这个文件夹里边去 我告诉大家 以后再可以怎么跳 先写上一个CD 你不是要挑了这个文件夹吗 你不用写那坨 很恶心的那些路径了 把它按住 往这一松 就进去了 够简单了 然后直接回车 就可以了 你看看PWD 就是当前路径了 就这么简单 那也是没有鼠标 那就白扯了 来怎么办 LS咱们可以看一下 在这里边是为三个程序 首先咱们看第一个 单线程序 VIM01 打给他 不简单吗 看得懂吗 YL2 PASS 还有另外一面是提 PASS 是什么 站位服 是个道理吧 站位服站到这个地方来 就让程序不会出现 这个地方没有代码出错 听懂我意思了吗 而且它有一个特点 它相当于一条空语句 是一个空的 但是将来 你还是要去执行的 如果要是把这句话 换成printer 请问这个printer 是不是一停不停在打印 那么这个地方换成PASS 虽然没有一些 其他的一些代码 没有print 没有imput 没有int 等等 没有这些多东西 但是这个地方 也相当于一条语句 这条语句呢 咱们称之为空语句 好了 这个程序已经简单的 不能再简单了 VIL2 死循环 那么接下来 我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让我的Python 去运行它 好 那么在运行这个程序之前呢 我现在打开另外一个东西 给大家咱们去 找相当于什么呢 找一个监测器来监视 咱们的这个程序 引起来之后的这个样子 再用的资源率 按住control shift 按住T 不松 那么这个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 刚刚只有一个标签 是不是现在又打个另外标签 你把这个标签打开之后呢 你可以按照control shift加号 可以把体质变大 没问题 原来呢 咱们再去讲多进程的时候呢 我给大家说过top命令 还记得吗 top命令呢 可以在一次性显示 当前它也是动态的来显示 当前你这个操作系统里边 运行的这种情况 只不过呢 这个呢 它的这个显示啊 不够不够优美 是吧 还有一个东西呢 就叫Stop 对 Stop呢 它显示呢 更给力一些 那么你想要去做什么呢 你尽管去按照这下的这个 提示去做行了 F1是干什么呢 F2是干什么呢 大家看是不是这个地方有啊 有很多啊 那么在这个位置呢 咱们看见的这个1和2 表示我当前给我的虚拟机设置的CPU的核数呢 是两和啊 双和也就说得直白一点 双和的意思 同一时刻可以做两件事情 啊 同一时刻可以两件做两件事情 并发 如果要是只有一个单和的话 它一定是并发 那么如果咱们是双和的话 同学们 实际上是可能出现两个进程式一起执行的 简单的一个并行 听懂了吧 你的CPU核数越多 那么一定越来越的可以同时执行东西越多了 那么下面就是什么memory啊 你从啊 Swap呢 就是交换分区的意思啊 就相当于一些缓桃 后面的一些东西 就像这个右边的一些东西啊 它像当前跟你说了 当前一共有多少个任务 啊 当前一共有多少个任务啊 120个啊 那么当前的这个县城呢 一共有233个县城 那么真正呢 只有一个县城在running啊 正在运行 那么其他的一些东西呢 这个什么更新时间 就当前显示个界面的一些东西 这都不用关心 简而言之 这个地方能够显示当前你进程里面运行的一些 这个状态 这个地方呢 能够显示当前你的这两个CPU的核数 所占你的这个资源率有多少 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 当前这两个核呢 就好比是两个发动机 基本上是没有踩油门 是一个道理的 看得清楚了吧 那么我接下来呢 干一件事情啊 干一件事情 我python3 然后01 OK 321 都请 那么你这个时候呢 你回去看 你没看错 对 一个满了已经 那么咱们看上去的 while true pass 理论上讲呢 看来pass不是没有代码吗 实际上是空语句 空语句意味着什么呢 我的操作系统要不停的去 这个什么呢 循环 每循环一次 只不过不去执行代码而已 每循环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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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得很清楚 我在这个地方怎么在 是不是已经担任我的程序 是已经把这个哥们 是不是已经给占满了呀 也就是说能体现出来了 单线程 已经占用了一个核 好了 同年 同年看着 我control c 一结束 你这个时候呢 你再过去看 他的资源率 是不是一码就下来了吧 也说如果我有一个认为要做 他就有一个 我有两个呢 他有两个 他有两个 我再试一件事情 我再试这么一件事情 python3 还是我刚刚这个 01 我运行一个 我control shift t 我再打开这个标签 我再打开个新标签 然后呢 这个是相当于这个发动机 对吧 相当于这个监测窗口 一个已经满了 我在这个位置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我同一份代码 我在一个窗口里边 已经运行了 我能不能在另外一个窗口里边 再运行一遍 python3 01 两个是满的吧 如果你这程序要是在windows上运行 我告诉你 你的windows马上立刻你的风扇就要狂转了 这是百分之百的 马上就要狂转 这是一定是这个情况 那么你说我的物版图呢 你现在就不能做其他的比较重要的任务了 否则的话 他一定会卡 一定是这种情况 因为他这个已经占满了 这个已经占满了 听懂我意思了吧 好吗 我一个程序占满了 它是wiltro一个单线程 我现在运行了两个进程 你说是个道理吧 一个进程占用一个 那两个进程不就是个人占个人的吗 大家可以发现一个特点 一个进程占满了一个CPU盒 另外一个进程是未有占满了CPU盒 我只要停一个control control fee 我只要再停一个control fee 那么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 他的这个资源率呢 马上就下来了 那么我现在就有个问题 我刚刚是又有了一个单进 单线程单进程的程序 它wiltro 我运行了两次 是不是相当于我有了两个进程 那么我现在要干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来看第二个程序 VR02 来 我打个第二个 同学们看这 这是啥意思 你不会不懂吧 如果要是不懂 是吧 今天不用吃饭了 import threading 我定了个函数 这个函数不是水循环吗 接下来我创建了一个县程 对象 真正的县程创建的时候 是不是在这个地方创建县程啊 县程 指县程到test函数里面去执行代码 也就是说wiltro 主县程在执行完这件事情之后 主县程是不是继续向下走啊 那么说的直白一点 是不是也就是说 现在有一个县程在干这个wiltro 有一个县程是不是在干这个wiltro 一共有两个县程 OK 这个代码没问题啊 好了 我把它关闭下的python 302 来321 对不起 我开了一个进程 请问同学们 这个进程里边 是不是有两个县程在多啊 回头去看 回头去看 你看到的现象是 他们俩加起来这个资源率 是真正的一个核的资源率 而不是两个核 没错了吧 那么在这个地方同学 我想告诉大家的是 如果你的程序是多线上 实际上是假的多任务 怎么验证 看着 Kindro V Kindro V VRM03 这是多进程 和刚刚的那个程序 几乎没区别 无非是把 把Threading 改成了Multiprocessing 这个哥们 把原来的多线程序 做这个任务和做这个任务 现在我给他改成了多进程 你看没错吧 代码几乎是一样的啊 无非是把Multipro改了 把原来的线程 改成了多进程 那么你此时再看一下啊 注意看 先回头去咱们看一下 这样利用 对用率 几乎是空的 几乎是空的 好了 接下来 Has3 03 321 走起 接下来你回头再去看 是不是真正的赞满了吧 那说的直白一点 我想给大家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呢 实际上咱们再去完成一件事情 如果用了多进程 多线程 多协程的这种情况下 真正能够发挥 真正的能够发挥并发的这种程序的 一定是多进程 多线程本身它就是个假的 那有的人说了 为什么Python里边的多线程会是个假的呢 因为Python里边有一个东西 叫做grl 听到我意思了吗 进程里边没有 而线程里边有 也就是说导致了grl会让你的程序 你看上去的多线程的并发 实际上是一个在做 另外一个在休息 当一个在做的时候 另外一个反而又在休息 只有一个在运行 这个grl就叫做全局解释器 那么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呢 它让你的多线程的程序 保证同一时刻只有一个线程在执行 这就是grl 这就全息细数 那有人就会问了 那么这个问题既然这个是吧 Python里边这个线程这么low 那为什么依然还会留着这个很low的这个方式呢 他们要注意一点是什么 grl的这个问题 它并不是Python语言的问题 它是什么的问题呢 它是来执行Python代码的解释器的问题 他们来看着 我把我这个程序关掉啊 否则占物的远率太大 关了我给大家说一下 咱们这个地方画一个图 画一个图啊 这个地方 咱们假如说是CPU 那么同学CPU能认识什么 只能认识0101这这21这了吧 对吧 没错 那么咱们写的是什么东西呢 咱们写的 我告诉你 咱们写的是Python代码 Python程序 Python程序 说的直白的像什么print啊等等 是吧 这超乱七八糟的东西 这就是print程序 那么你的一个程序 是你仍然看得懂的 你将来根本就不能直接让CPU去知识 你这个时候 你再去理解这个意思啊 它并不能直接知识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产生个问题是什么呢 咱们写完一个Python程序的时候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 咱每次在执行都是Python Python3 然后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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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所以每次都是这么执行的 我就不想纳闷 为什么我前面必须写Python3 什么实际上呀 你这个地方写的这个Python3呢 它是一个程序 让这个程序去运行这个代码而已 那么Python3 实际上就是一个Python代码的解释器 OK来看着 这个地方啊 就是Python解释器 Python解释器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你既然说了你Python代码 CPU不能直接知识 那么我怎么办呢 我找一个翻译就完了 那这个翻译就叫解释器 它的一个目的就是把你人能写的代码 Python代码 把它翻译成最终完美 CPU能认识的 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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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听懂我意思了吗 那么这就是Python解释器 那Python解释器 它分为很多种版本 可以是Java做的Python解释器 可以是C语言写的Python解释器 也可以是用CSAP那种语言写的解释器 都可以 简而言之 解释器用什么写啊 这无关紧要 只要这个解释器里边 能够把我写的这个print等等等等 这句话 能够翻译成一个有效的0101 扔给CPU CPU就执行了print这个功能 能理解我的意思了吗 那么也就是说 Python解释器什么语言 你只要好好写 都能写得出来 那么这就产生一个很尴尬的情况 Python的官网里边 推荐大家的Python解释器呢 是C语言的解释器 C语言推荐的 那么这个Python解释器呢 它就称之为叫做Cpython Cpython解释器 那么也就是说 这就是用C语言写的 这是C语言写的 那么我这个地方写的 C语言 C语言写的这个解释器 那么还会有什么解释器呢 Java Java写过一个解释器 Java写过一个解释器 比方说叫GPython 也是可以的 听懂我意思了吗 那么也就是说 不一样的语言写的解释器呢 它是不一样的 在官网推荐的 C语言写的这个解释器里边 因为流于历史原因 导致了今天 Python官网推荐的这个解释器 言外字 也就是你乌版图里边 安装的默认的解释器 是C语言写的 它里边有个缺点 它有JR Java里边是没有这个缺点了 听懂我意思了吗 就是用加了语言来实现的 这个解释器 没有这个JR的问题 只有C语言实现的 有这个问题 我估计你就会想 C语言这么强大的语言 为什么它会有JR的 这个解释器所的问题呢 因为 Python语言 我告诉你 它不是这几年发展起来的 这几年只是活起来 Python语言 它是很久很久之前 比方说一九几几年的时候 已经有了 那个时候 不会像今天什么 你的CPU是多核的 是吧 你的这个操作系统 又支持什么什么什么任务 那个时候 没有这么些复杂的东西 很多年之前的时候呢 你的CPU里边 只要是能运营起了单任务 已经相当不错了 所以说呢 极多就是这个 发明Python的这个发明人 极多呢 他当时在实现 Python解释器的时候呢 他就没有考虑 将来会出现什么 并发呀 并行 没有考虑到 没有考虑到这么 今天咱们所知的这些东西 即这个问题 从那个年代 就一直留到了今天 导致了呢 肥言里边 Python解释器一直有这个问题 这是C语言解释器里边的 有这个问题 叫做加L 听懂了吗 它的一个特点是 如果你的Python程序里边 是用多线程来执行的多任务 它一个特点是什么呢 你们先抢锁 哎同学 还记得什么是锁吗 我想要去卫生间 我先上锁 是吧 谁先上上了 谁把门关上 谁方面完了出来 之后下一个人再把锁上了 那么全局解释器锁 也是一种锁 它的一个作用 保证 同一时刻 只有一个线程在做 不管这个线程是主线程 死线程 还是什么线程 只有一个在做 这就是GR 这就出现了 我刚刚给大家演示的一个现象 我用多进程的球 实现多任务 那真的是两个CPU被占买了 我用两个多线程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 所以实际上 他们两个占用的资源率 是不是加起来 是不是还是真正的一个核 实际上也就是说 一个线程 再去真心代码的时候 要么再用这个核 要么再用那个核 因为同一时刻 只有一个线程在做 所以说即使那个CPU空的 它也不支枪 如果我现在有8核CPU 那么你刚刚写的程序 我告诉你 你那7个弦的 它也不支枪 这就是多线程 Python里边 用C语言的解释器里边 一个尴尬的局面 听懂了吗 那么在这个地方 这就是全局解释所 他和Python一毛钱 关系没有 它是由于历史原因 导致了C语言的 Python解释器这个问题 那有人就会说了 为什么极多这个人 今天那个Python这么火 他为什么把这个问题给你解了 他实际上去解过 这个地方有个极多 这个Python语言的发明人 的一个声明 你可以点开 可以看看 这个呢 是吧 It isn't easy to remove the GL 就是这个想要移出这个 GL 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对吧 你懂的 这也不是我说的 反正人家怎么说的 那么其实呢 说的直白点的同学 如果你要是查看一下 百度与百科一些历史文章 你会最终得出一些小小的消息来 什么呢 极多呢 其实他之前的时候 已经尝试着去解决 Python的这个解释 这个 GL的问题 但是最终 他去做完这个东西之后呢 大家设想一个问题 咱们用多进程的时候 进程之间是不共享的 简而言之 是不是都是复制一份吧 多线程之间 是不是共享全球变量啊 那你就牵扯这个问题 怎么保证 一个线程 在去操作的时候 那个线程 他不会同一时刻 在抢字缘 听到了吗 就是我两个都在 复制一的时候 他不会出现 这个很尴尬的问题 他是怎么解的呢 他想把GL给他抹掉 但是后来经过试验 他把GL抹掉之后 还为了保证程序稳定运行 他又加了一些其他东西 最终的效率 没有GL快 所以说 他一直保留了GL 一直到今天 人家也说的很明白 你如果想要发挥 多核CPU的能力 请使用进程 你为什么要使用线程 人家说的很明白了 你听懂了吧 所以说 按照咱们之前 所说的特点 进程占用资源很多 咱们可以考虑用线程 是吧 其实这句话 今天来说的话 你要分清楚解释器 如果要是用了 C元解释器 你还不如用多进程 因为多进程 可以占用真正的CPU 是多核 但是如果你要不是用的 C元的这种解释器 那么将来 就是咱们原来说明的答案 多线程要比多进程 要更节省资源 听懂我意思了吗 这仅仅是解释器的问题 解释器的问题 好了 什么是加L 全集解释所 保证同一时刻 只有一个线程在指向 这是他对 他的一个影响 本来我用多线程 是要执行并发的 对吧 或者是执行并行的 发挥CPU多核的效率呢 不好意思 没有发挥 只有一个在指向 那么 这个问题 我如果接下来是用多线程的 爬虫 爬去数据的程序 是否会比多单线程的 效率要高 对吧 我刚刚说过了 那么你猜一猜这个问题 给大家两分钟 你觉得会是怎么样 你觉得会是怎么样